大家好,我是Den 3月22号开始播放的韩国古装剧《求孙苦马萨》 从第一集开始就收到了很多关注 创下了非常高的收视率 但是却也引发了扭曲历史 网友们抵制观看等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马上来看看 首先,《求孙苦马萨》的背景是设在韩国朝鲜太宗时代 但是在第一集内容中接待传教士的片段 桌子上却摆着月饼、皮蛋、中国酒等的中国饮食 而不只是这些 剧中还把韩国的真实历史人物泰宗 改变成一个疯狂砍掉老百姓的暴君 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网友们的抵制真的很激烈 包括三星、HG、Honda、Dyson 已经有20多个广告商宣布停止赞助 并撤掉了广告 而要求停播该剧的《千瓦台请愿》联署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突破了15万人的联署 而韩国网友们之所以这么愤怒的理由 是因为去年引起同样扭曲历史争议的韩剧《乔林王虎》 跟《乔森库马萨》是同一个编剧的作品 当时《乔林王虎》引发争议的时候 电台跟制作单位就已经斗签过 结果现在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而且就在前一阵子 韩剧《尤星岡林宾三九》也因为剧中出现了 没有正式进入韩国的中国品牌的置入广告 更何况在这期间 中韩两国也持续发生了《金氏汉袍》等的争议 最后就是 看这部系海外介绍的话写的是 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为真实历史背景的电视剧 所以这次韩国网友们的反应才会这么激烈的 目前SBS电台也二度发出道歉声明表示 会删除所有有问题的片段 关于有中国风格的道具 是制作组没有事先检查好的错误 在之后的影片会尽可能的修改那些部分的 并表示会停播一个礼拜重整旗鼓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停播一个礼拜舆论也不会改变的 结束播放吧 剩下的广告商赶紧退出吧 要不然会一起遭到抵制的 在中国微博已经开始有人说 这就是真正的韩国 真的是让人好愤怒 如果用虚构人物的话 谁会说什么呢 派宗世宗使用真实人物却还在扭曲历史 什么都不知道的外国人看了的话 会有多误会呢 韩国人在韩国怎么能制作这样的电视剧 现在已经在海外论坛有网友们表示 只是一部电视剧需要这么敏感吗 那是因为不知道韩国现在的情况才会那么说的 所以更不该用真实人物来扭曲历史 对于韩国网友们抵制储存骨骂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前一阵子因为违反防疫规定 发文道歉的同胞心给云诺 昨天正式决定不参与KINGDOM节目的录影了 3月24号 MNET官方声明 MNET接到了SN娱乐表示 云诺的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不会参与KINGDOM的录影 因此MNET决定 之后的拍摄都会以枪名单独进行 云诺已拍摄的部分 会适当的剪辑后播放 其实我个人本来是很期待 同胞心给成为两个人主持的KINGDOM 对于云诺不参加KINGDOM节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被摸摸的日文吓到的哪样 这是昨天在网上看到的片段 觉得非常好笑 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如果我用韩文说 大家会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 再见 拜拜